如果你被授予100万美金的奖金 你会怎么做 感谢参与审理的学院 领钱 然后买骚游艇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 但受学天才格里格里·斐瑞尔曼 却认为这是种冒犯 而拒绝了奖项 1955年6月13日 格里格里·斐瑞尔曼 出生于苏联时期 被称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 他的父母是奠基工程师和数学家 他的数学家母亲 为了抚养格里格里和他的妹妹 放弃了研究生学业 可能他就是为孩子读数学课本 而不是经典童话故事吧 因为他的儿子从小就发展出了数学天赋 他上的中学专攻数学和物理 1982年 作为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斐瑞尔曼以苏联国家队队员的身份 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亚竞赛 在那他赢得了金牌 因为他获得了最高的分数 同年当时只有16岁的他 进入了列宁格勒州立大学数学与力学学院 比大多数其他学生入一半大学的年纪早得多 1990年 斐瑞尔曼完成博士学位 并开始在苏联科学院斯特克洛夫数学研究所 列宁格勒部门工作 在苏联和国际科学界发表了几篇成功的文章后 斐瑞尔曼获邀至美国纽约大学 库朗研究所工作一个学期 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著名的数学家 理查德·汉密尔顿 有趣的是 后来当斐瑞尔曼被问及 为什么拒绝接受他的百万美金奖金时 他提到了理查德·汉密尔顿 但我稍后再详细说明 就是在那个时候 人们开始注意到 他非常古怪 他并没有真的在经济上陷入困境 因为他在研究员职位赚了很多钱 然而他只吃传统的俄罗斯黑面包和奶酪 格里格里从不修剪指甲 当被问及此事时 他耸了耸肩 答道 这是天生的 那么我为什么要费心去修剪指甲呢 1993年 他获得了另一个重要职位 他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做了两年的米勒访问学者 他继续参加汉密尔顿的课程 并对教授有了更多的了解 斐瑞尔曼告诉他 他有一些想法可以帮助汉密尔顿 解决庞加莱猜想 但当时汉密尔顿并没有太在意 顺便说一下 正是解决了庞加莱猜想 才使斐瑞尔曼最终成为一位真正的数学天才 在加州期间 斐瑞尔曼被要求写一份履历 以申请世界各地不同的科学职位 对此建议他感到极度被冒犯 他说人们不用履历 就能从他的研究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 如果他们想要一份履历 就表示他们显然从未看过他的研究 格里格里可能是对的 因为他在伯克莱获得访问学者职位后 便得到了许多的工作机会 像是史丹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等等都希望他能够成为他们的研究员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他最喜欢的工作中 此时他专注于解决庞加莱猜想 这与研究三维形状的深层结构有关 他不仅对数学 而且对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都非常重要 现在让你知道他有多复杂 他是七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中 唯一一个目前为止已解决的 任何能够解决这个数学问题的人 都将获得一百万美金的奖励 该清单由克雷数学研究所 于2000年5月24日公布 这听起来可能是个不错的条件 但你得是个真正的天才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否则他们就不会被称为千禧年数学难题了 你知道科学家和数学家花了数年时光 试图破解他们 我该知道的 我在高中度过了我最好的时光 只为了通过代数考试 在斐瑞尔曼的例子中 他于2002年到2003年间 在网路上发表了两篇解法 验证该解法的正确性又花了三年时间 但即使是在验证阶段 和他在网路上发表的前半部研究 他再度被邀请到美国 谈论他的突破性发现 他在包含哈佛 普林斯顿 史丹佛在内的六所美国顶尖大学开讲座 高达数百人出席 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出名 而是为了科学 斐瑞尔曼非常想找到这个猜想的解法 在他的贡献得到官方认同之前 他冒了很大的风险 征求其他科学家的意见 有没有可能别人会偷走他的想法呢? 是的 当斐瑞尔曼咨询过的邱成彤 声称这是他的发现时 这几乎发生了 然而正如斐瑞尔曼在接受 纽约客记者采访时所解释的那样 如果他犯了错误 有人可以发现并纠正他 帮助解开数学之谜 斐瑞尔曼仍然会非常满意 因为他所关心的只是最终的结果 他从来不想成为唯一一个 回答庞加莱问题的人 斐瑞尔曼知道自己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于是在他于2003年回到俄罗斯后 他便在网路上发表了他文章的第二部分 2006年 科学界正式承认了这个问题已解决了 科学杂志将支撑为科学上的年度突破 并宣布他获得了非字而讲 就像是奥斯卡数学奖和诺贝尔奖的结合 他只每四年颁发一次奖项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 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猜猜斐瑞尔曼做了什么 他拒绝接受奖章 当时的国际数学联盟主席约翰·鲍尔教授 亲自前往圣彼得堡 说服斐瑞尔曼来马德里接受奖项 他的回答仍然是 但是他们有解释为什么 后来斐瑞尔曼提到奖章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证明是正确的 他不想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被展示 也许正是因为害怕成为动物园里的动物 斐瑞尔曼在2006年辞去了 他在斯特克洛夫研究所的工作 并与世隔绝 据说他现在还和妈妈及姐姐 住在圣彼得堡的一间小公寓里 而他的寒舍爬满了蟑螂 当他在外面被发现时 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脏兮兮的外套和裤子 留着超级长的指甲和胡子 让他看起来更与世隔绝的是 他总是盯着地面 而非圣彼得堡壮观的建筑 或周围的其他人 有时他会出现在马林斯基剧院的后排 听听歌剧 但这样的文化活动还是非常罕见 在2010年 马萨诸塞州建桥的克雷数学研究所 授予斐瑞尔曼荣誉 正式将他称为解决数学难题的人 是的 就是那个给你100万美金的奖项 斐瑞尔曼向他说不 嗯 还记得我答应过要解释 理查德·汉密尔顿和这件事的关系吗 嗯 斐瑞尔曼声称 他对此解法的贡献 并不比理查德·汉密尔顿大多少 所以如果他把这个奖当作自己的收下 便是不诚实的行为 记者们基本上都在他的房子外面扎营 希望听到一些评论 但他拒绝出去见他们 在电话里他只说了一句话 说他正忙着采蘑菇 而他们打扰到他了 在某一刻 斐瑞尔曼决定断绝与数学一切的联系 他说 虽然有些数学家是诚实的人 但他们也是没守成规的人 才愿意忍受那些不诚实的人 因此具有更强的伦理原则的人 便处于孤立状态 斐瑞尔曼靠母亲的老人年金生活了几年 但在2018年 他终于开始接受 时不时去欧洲教导数学课的提议 你认为斐瑞尔曼做得对 还是他根本是傻了呢 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嘿 等等 先别急着去剪指甲 我们还有超过2000部有趣的影片 等着你观赏呢 你只需要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按下之后就可以进行享受咯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